中央社我是海外特派员系列活动 展开校园巡回演讲 10号来到明传大学 向上千名大学生分享新闻工作的魅力 记者作为一个海外特派员 他在撞游里面 他会带来更多更多让大家 去思考什么叫撞游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一位 我们中央社最杰出的 两年前得到卓越新闻奖 他甚至把这个奖金捐给他采访的单位 这样的记者以及他的行径 都是我们撞游一个非常非常 具有代表性的典范 这场校园演讲 由曾任新德里和安卡拉的特派员 何鸿如主讲 透过驻外经宴谈 让学子们认识特派员工作样貌 唤起新世代对国际新闻采访的兴趣 一个小小的记者竟然也可以发挥到这么大的功效 就是中间桥梁这个作用 然后并且它让我们台湾有独家引领全世界的报导 这样我觉得很有意义 要跨越边界那种的临场感我觉得很特别 就是可能一生不会有多少次可以到战场第一线 就采访这些人 然后可以了解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经验 我想要到非洲采访他们的小孩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那些小孩都很可怜 没有地方住或是没有地方失败 那反观我们现在的生活 就是需要心怀感激 我是海外特派员迈入第六届 本届培训营规划举办模拟记者会 并导入数位互动科技数据新闻等课程 除了让学员参与新闻实作 也能进一步了解媒体新趋势 中央社记者张志燕赖奇源台北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